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美國發射升空的福爾摩沙衛星3號 順利升空後 陸續釋放6顆微衛星 到半徑不同的軌道上 這個軌道半徑不同 各做穩定的等速圓周運動 那麼有關這6顆微衛星的物理量 下列合則相同 我們看A選項 勢重 勢重會相同 所謂勢重的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這個衛星裡面 衛星裡面的話 有人 或者是說有東西 這個東西的話 你放在一個襯盤上的話 襯盤上面的指示會統一 為什麼 因為裡面的東西 跟衛星它是一起跑的 這個裡面的東西 跟微衛星的地板 沒有互相作用 所以它的話 就不會有勢重 所以勢重的話 都等於 你把這個微衛星看成是一個箱子 那個 微衛星裡面的東西 跟箱子 一起跑的 不會說像 像我們在地面上有箱子 那裡面有物體的話 它會 會掉到那個地板上 你地板的話 把它放一個什麼呢 放一個襯盤的話 放一個襯盤的話 上面那個彈頭會被壓縮 它就有指示 但是問題是如果衛星在軌道上跑的話 這個衛星裡面的東西 是這樣轉的 衛星也跟著這樣轉 所以衛星跟地板的話 作用力等於0 所以它沒有連勢重 所以勢重是相同的 勢重都是等於0 所以A型像是對的 就是六個 六個微衛星的那個 裡面物體的那個勢重都等於0 咱們看B 六顆微衛星它的公轉軸跡 公轉軸跡不會一樣的 我們把那個公轉軸跡把它算一下 比如說 某一個微衛星它的軌道半徑是R 那這樣我們可以算出 它的這個旋轉軸跡 我們可以先算出它的速度來 怎麼算 我們假設這微衛星 這個質量是m 受到地心引力 這個 地球質量是m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萬有力就對了 就是R平方分之g 大M小M 這個提供微衛星的這個向心力 m 乘以向心加速度 向心加速度就是R分之V平方 那是R可以消掉 這個m可以消掉 所以它那個速率的話 跟它的質量沒有關係 只跟它的軌道半徑有關係 所以V是等於多少 跟Zm 它除以R 好 那這個數率 這個數率 數率 是等於Rω 這是等於Rω 這是等於Rω Rω的話 是等於多少 Om是等於那個 Om是等於那個 Om是角度度 就是轉軸跡角度是2π 除以T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 這個是等於2πR 2πR 2πR的話 除以T 所以我在想 這個T等於多少 T的話 就是2πR 乘以多少 這把它除過來 跟R 除以Gm 就是說它那個什麼 它那個軌道半徑越大的話 它周期就越大 所以6個微微星 它的那個周期都不一樣 所以B是錯的 然後再我們看 切線梳理 切線梳理 六個都不一樣 切線梳理跟R有關 再來我們看看 這個D 公轉角速度 公轉角速度 公轉角速度就是這個 Om的話 等於多少呢 等於R分之1 乘以Gm 除以R 這個就是角速度 那不同R 又有不同角度 所以那個 角速度 連6個不會一樣 還有在1 1的話 相性交度 相性交度就是這個 這個是相性交度 所以你兩邊約分以後 這多少呢 這是AC 相性交度 相性交度 也是等於多少呢 R 平方分之機 所以不同的R 它就有不同的相性交度 所以這也不一樣 所以大家應該要選A 我們可以選A 2 3 4 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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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